第四集 嘿,各位! 我們新六三,海林薇 今天要做的事非常的有趣 是我們頻道上第一次出現 超跑位主題的影片 但在那之前,先來聽發動啦 沒關係啦,這件事不會持續那麼久 我們已經有計畫了 哈囉,Robert 早安 先去看Supra,然後等會牽你的車 按照慣例基本上現在就到我們爆彩的時候啦 啊亮燈了 趁這個時候機會教育一下 這個燈很可愛喔 為什麼它會亮燈 不是因為它的車子壞掉 一部分算是啦 但是它引擎其實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我腳下的踏板 它那個踏板就有兩段嘛 踩到底跟卡那個東西 我的卡那個東西壞掉了 基本上整個踏板壞掉 幾千塊可以搞定的事情 所以才會亮這個燈 那現在車踩到底 沒有力 完全沒有力 就是基本上就是所謂的lamp mode 修好了啦 誰說沒有爆彩模式 這台車的變動箱真的很牽條教耶 彩已經給我降到三檔 再降到二檔 到了到了 我的SUPERA怎麼會在這邊 沒有啦 其實前陣子我們在改管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管還沒做好 所以車子是挺自喜 所以我才去路馬 看那個標那邊 看的時候就發現一件事情 這是換好的輪胎 我本來的輪胎超厚 就是那種 所以才會車頭看起來整個 比車尾還要凸很多嘛 我就打算好 去滑輪胎的時候我就換了一個 遠平比比較小的 那個35的胎 這個品牌就 反正目前開不快 所以沒差 然後我又覺得這台車太高了 這樣看不準 因為這台車現在是 被頂起來了 所以車子本來就比較高 但是你們看前面的影片就知道嘛 這台車其實 不低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 把避震調低 然後 就帥了 有沒有剛剛師傅已經把車子 找地了 基本上已經 避震是正常高度 結果你看 兩根 快要三根手指頭 而且我手指很燙 三根 然後前面 前面他在兩 所以很慘耶 超慘耶 所以現在要把他調低一點 林偉為了鴨子車庫 最近買太多車 現在已經在 林偉要對角 不專業完蛋了 不專業林偉 為了頻道賺錢改車 哈哈哈哈哈哈 哇嗚 輪子下來了 那個屋子我今天腳位子打起來 順便 趁師傅在忙的時候 看一下我的14好了 我10次現在包成這樣 因為要 烤防撞期 目前包成這樣子 欸 有沒有人想看林偉考 哈哈 做那個工作補考 有沒有 這個高度可以了吧 一直都不到 然後後面也是 後面一直多一點而已 OK的啦 哇 這個高度根本就可以 這才叫SUPER 這才叫SUPER 認真 比較帥的 哈哈 真的好帥喔 可是這樣地下室 就有點 欸 好那現在車高調完了 這台SUPER需要去調 Camper 前後都要調 然後又讓它切齊 會更好看 因為這個要排隊 我們一定要晚點才有空 與此同時 我們要上我們的63 然後 去前Rober的車 嘿嘿嘿 走囉 那個那個 那個可變指紋真的很慘 哇 我跟你講SUPER降低之後 變真的很帥 我等不及等一下 拍照錄影了 好我們今天前車因為有點遲到 棉就在遲到 到囉 保養服務場 我們先停車好 停好我們再繼續錄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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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車的感覺是那種 花錢啦 幹 哈哈哈哈 真的花錢 法力保養是應該不便宜喔 六位數喔 真的假的 六位數 唉唷 養這種車車庫也不行 現在頂起來看一下保養到底保了什麼東西 頂過什麼車都看過了 頂法力我好像是第一次看耶 因為通常這種車保養的時候我都不會載啊 我看一看 法力底盤 他這一塊是不是 就是 底下的 底下這邊 上面那邊 喔裡面 對裡面 法力底盤真的平整化的程度超爽 喔對他他真的很讚 嗯 幾乎是平整的 嗯 欸阿倫 早安 欸這門超帥的 這門真的超帥的 你看喔 他直接噴起來 為了讓日後剪接方便 欸 嘿嘿 把牌擋掉 我妖羞咧 這次的總費用 十五 有點慘 有點慘 欸 十五萬 欸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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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萬可以改輸了啦 不是啊 就這樣頂起來然後十五萬 對啊 欸真的 養法力真的不是一般人養的棋 果然 果然是歐洲車 這比壞你的那個發電機過耶 這比歐洲車給超多 啊我們現在要 E車 E讓加州趕快出來 喔我一直忘記這台車沒有keyless 你看在這邊 你看Robert的法力滿滿出來 我們一起出來 等一下就一起出發囉 欸 法力在後面耶 超帥 啊林威咧 林威在法力車上 OKOKOK 對啊我們等一下還有Supra 今天就兩黑一白一銀 走啊 走啊你走你走 喂喂喂 剛剛太塞車 我就沒有把過程錄太多下來 但是我們直接就到囉 黑Supra 配上黑馬 欸可以耶 欸他真的低很多 我們現在要 把我們的Supra 先去改那個 Camper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出發 等一下就帥了 哇 Double黑色的穿耶 Supra配上加州 欸真的超帥的耶 我跟你講這台Supra 自從車子變低之後 就變帥很多了 帥嗎 超帥 我第一次開Supra 我跟你講這個角度看超漂亮的 真的喔 這才叫Supra 你們兩個黑的停在一起 超屌了 哈哈哈哈 哇現在又擺個角度先拍封面照 Run time要下山了 Rubber現在要回轉過來 欸欸阿倫 你要不要起拍 阿倫要不要起拍 喔擺好了 欸兩台 一台馬 一台牛 水 我們這樣拍個封面照 然後不要擋到人家 先這樣 完美 這樣真的有帥到 你看 我們的馬跟牛在前面 然後兩台63的背景 帥爆了 來囉來囉 第一體版車的惡夢 來 上來 來來來 直接刮刮 來來來 來來來 OK過 上來就對了 你看那個臉 那目前因為我們在等師傅 定位完 所以把他外發調完 然後錄影的有事要先走 所以錄影的又要化身成0位囉 好那現在把鏡頭交給他 那就換我們來看這台車吧 掰掰 這個叫稍微踩喔 這個是怎樣 目送完 錄影的 我們現在回去看一下 Supra的進度如何 我還是真的第一次 看Supra頂到這麼高欸 等一下來帶大家看一下底盤的狀況 哇 真的是老車一台 可以看一下 跟Robert剛才那台的加州T的底盤就差很多 Robert的加州T很平整 他都有下戶板跟一些導流的裝置 那這台Supra就比較沒有 不過我覺得是老車的關係啦 因為現在新的車 性能車 基本上都會用大量的下戶板跟導流設計來增加車體貼地性 正常要有這種阻擋的 阿你這已經破裂了 他要像這邊一樣 喔 對啊 所以說 造成說這邊比較難 現在沒有辦法調整 我要想辦法 好 師傅加油 好 那師傅剛剛跟我說Supra的調整懸吊還要一小段時間 然後調整完懸吊之後呢 才會開始進行我們的四輪定位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乘液汽車 因為我們新買的C63 從前懷到現在都還沒有進行保養 再來又是一個月一度的鴨子車隊出遊 所以我們要趕快去乘液汽車 跟阿倫 跟Robert 出發 晚上看黑家之後 是不一樣的感覺 尤其是後面有鴨子車貼 嘿嘿 我要來學錄影的 又是這條路 熟悉的路 熟悉的場景 但是這次是跟阿倫 我開車 我們要來保養新買的C63 Toni 嗨 哈囉 來把C63送來保養 哇 超帥的 哈囉 好帥喔 好鏡頭還給你 又換我了 天觸螺絲 師傅給你 好 還有這個 突輪軸 終於我的507 終於料都到了 可以被修好了 終於 阿你改閥門喔 對 聽一下 來聽一下 我猜那個C63 很可以耶 如果大亂看的話 那再一次 好啊 你說大亂看就一次喔 阿倫現在要開你們留言有幾個人提到的車 然後我要開他的車 他車又繼續被我摧殘了 然後我們的63要放在這邊保養 因為成績汽車人要幫我們 為明天的出油做準備 另外要開這一台 ROPPER一樣開台的滑拉力 停發動 我覺得不夠大聲 踩一下好了 踩太多了 不好意思 好 是不是在今天一整天 現在都沒踩到 我欠大家一個大踩 來吧 真的很大聲耶 阿倫的車啊 阿怎麼多你們兩個出來 阿這集都結束了 怎麼你們才出來 真的我今天錄一整天了 然後 都沒出現 然後現在突然出現了 你看 就算了啦 就 對啊 這集沒妹子沒有人要看 這集就要在這邊結束了啦 我們等一下還要去 處理其他事情 所以 就先vlog 就先結束在這邊 然後 基本上以後的影片形式就是 平日都是這種 日常vlog 就是我們去弄車 WOW 弄車子的vlog 然後只有到假日 或是有特別活動的時候 才會有那種特別屌的車劇出現 所以 希望你們喜歡啦 阿 喜歡點個讚 然後想要看我們幹嘛的話 在這邊留言跟我們講 持續追蹤一下車庫 我們玩車的過程 訂閱下去 我們下次再見 因為我是你 掰掰